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同学请合掌 好,同学请放掌 还是一样,先赞叹各位同学 持续的来送我们的 就是法华文句的这一部论著 很大不同 那我们已经进行到的第六卷的 已经是下半了 所以在加把镜我们其实即将圆满 虽然只有到第四品 那还是一样回顾我们就是上个礼拜 所上的这一个内容 那其实我还是一样把这一个图 再一次的PO上来让同学去看一下 到底我们上的这一个信节品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以及在整个法华经进行到这个地方 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进度过程的 的那个所谓的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那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嘛 其实在法华经的那个就是分 分就是分类当中 自得到是把它分成就是本跟基门 而在十四卷的十四品的上半 其实就是基门 那在基门的正中分的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三周说法 对不对 那三周说法是哪三周呢 就是法说辟说跟因缘说 这个部分我相信同学已经很熟了 那我们进入到辟说周的什么呢 灵解的这个部分 辟说周的灵解的部分 也说其实我们已经是进入到 第二周的一个说法 第二周的说法 而这个灵解呢 是什么意思 灵解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为大弟子们说法 而弟子怎么样 灵解了解的意思 了解佛陀的说法 那这里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了解佛陀的说法 到底是了解佛陀的哪一个说法 因为其实在法说跟辟说的这个部分 佛陀已经完成了两个正说 对不对 那两个就是法说的这个正说 在方便品的这个地方 以及辟喻说的正说 在辟喻品的火宅域的这个地方 所以到底灵解是灵解哪一个 那灵解的话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灵解我了解 我两个全部都了解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了解呢 其实就有分远跟近嘛 对不对 叫做静岭跟什么 远岭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灵解到底什么是静岭 静岭的意思就是说 离我的这个灵解 比较近的这个部分叫静岭 那哪一个比较近 火宅域比较近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静岭 静岭那个火宅域的说法 那圆岭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佛陀在方便品所说的正说的 这个地方叫做圆岭 因为离这个灵解的部分 比较远的意思 所以我了解的话 那么其实不管佛陀的一个正说 还是辟说 我同时了解 也说其实在那个火宅域的这个地方呢 佛陀说辟域的同时 这个中根地址 佛陀的四大地址 同时了解佛陀的 辟域的一个说明 以及正说的说明 在辟域的说明的时候呢 怎么样打通的 之前听不懂的部分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性解品的这个灵解 它的意涵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灵解呢 其实等于说 其实跟前面的方便品跟火宅域的 这个部分呢 要全部是连贯在一起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才有办法去理解性解品到底是性解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法华经的经文 我相信其实对于法华经呢 其实那个理解度一定会更深 一定会更深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要先跟同学讲一下 到底我们的性解品的一个界定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就是在灵解 第二屁说周的一个灵解的这个部分呢 的这个性解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穷子欲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把它抓出来 它的一个那个所谓的大纲是在哪一个点 把它定位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经典的部分 那我这边PO上去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法华经的经文 因为其实我之前 其实都有一再的跟同学说嘛 在性解品的部分 其实总共有分五个屁欲 对不对 而这五个屁欲呢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 讲五十 对不对 就是佛陀说法的这个五十 对应什么呢 华言阿韩方等波勒跟法华涅槃石 所以其实在法华经呢 其实就分别有什么呢 父子相诗的一个辟欲 还有父子相见的辟欲 还有追诱的这个辟欲 然后伪之家业的辟欲 还有傅家业的辟欲 那这个呢用这个辟欲来说明佛陀用五十 就是来调熟什么众生 那就是说众生其实 头先听不懂华言的一个说法嘛 之后呢 再来听阿韩 再来听方等 听波勒 到最后呢 就是法华经的时候 就是把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佛陀的最初中的这个本怀 全部讲出来 这个就是法华经的这一个五个 这个辟欲的一个弱点是在这个地方 弱点是在这个地方 而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哪里呢 我们想讲到父子相见辟的这一个部分 相见辟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今天就是陆陆续续会就是带同学看 那父子相见的这个辟欲呢 我就是把上个礼拜整理的 上过的把它做一个整理 要不然其实我相信同学一定不知道说 有点含糊 不知道说到底是我们上到哪一个地方 其实性结品的左手边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刚刚跟同学所介绍的 就是五个辟欲 有没有 父子相失 父子相见 追悠伟之家业跟父家业的辟欲 对不对 而我们上到的是红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父子相见的辟欲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父子相失的这个辟欲呢 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的原因是 怕同学有一点点怎么样 有一点点不知道我们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内涵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辟欲一定会跟前面的 所谓的净领跟圆领的部分呢 做一个什么样相呼应 净领就是领解什么呢 了解就是佛陀说火宅辟欲的内涵 所以有他的一个内涵的一个相呼应 圆领就是圆领方便品正说的什么呢 就是五佛章有没有的这个内涵 而内容是一样的 所指涉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讲出来的文字啊 跟表达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意涵 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所谓的父子相失的辟欲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 他总共分四个段落 而分四个段落他所对应的 其实就是辟欲品火宅欲的总辟的部分 那总辟一二三四是空的啦 空的主要是因为要对应 这边的父子相失的辟欲 那总辟其实就是不外这几个 什么呢 五百人啊三十子长者社宅火起 还有什么呢 一门的这样子的一个总辟的部分 那对应圆领的一个方便品 其实就是略诵 而略诵主要是在讲 就是佛陀就是针对众生的一个根基 以佛陀的这一个所谓的智慧之眼 看到众生的性欲 他的一个根性嘛 然后方便说法 单单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略诵证说的部分是很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智力跟弟子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 佛陀在方便品所说的证说的部分 所以我有谁可以知道 我有社利佛知道 我有社利佛知道 所以到那个火宅玉其实就怎么样 讲的就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而这样子的一个火宅玉的比喻呢 弟子听懂了 听懂了之后呢 再用弟子的角度 去理解佛陀的说法 所以就有弟子的角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出来 所以这两个比喻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占的 占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火宅玉占的是佛陀的这个角度 而性解品的穷子玉所占的是弟子的角度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两边的角度 所讲出来的这个批育同学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 一个是说法者 一个是领受听法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批育是父子相间的批育 所对应的就是火宅玉的看到火了 在火宅看到火 其实就是有下面的这三层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那对应方便品的部分呢 就是佛用佛眼观见众生 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五卓二世 而起大悲心 而起大悲心 是这样子呼应过来的 那底下包括追悠 尾之家业 还有富家业 辟育的这个部分呢 都跟前面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底下 其实我就不多谈 不多谈 只不过说 在父子相间辟育 前面其实是讲到这三个内涵 但是简单来讲 其实就是在文句当中 其实是讲到两个内涵而已 就是讲到哪两个 就是子见父跟父见子 就是取文的这样子的一个便利 用这两个内涵 其实就可以总括 就是父子相间的辟育 而呢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应该是要进行到子见父的第四个讲完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只讲到第四个部分 来不及把他讲完 所以我们落到第四个就是身未屁 然后回来至尺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儿子看到父亲 会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父亲坐在那么高的狮子床 狮子床的一个上面 有没有 儿子会认为说 他这一个不知道是地位多高 那看到我 然后会不会把我抓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害怕 的那个就是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跟心态 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这个地方 而呢 对应法华经的经文呢 是这一个部分 就是穷子看到父亲 有大力士啊 对不对 他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气势磅礴 对不对 然后会害怕 然后害怕之后呢 内心他的一个状态就说 他很后悔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私自怯作思念 那这个人可能是王或者是王等 他不是这个地方不是我这种所谓的劳力之辈 他可以得悟之处 那心里就想说 那我不如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然后用我自己的一个力气 然后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求我的一跟十 所以一时亦得 那心里就想说 我如果久住于此啊 那可能 或见逼迫强使我做 就是别人可能会逼迫我 那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做事念仪呢 其实就赶快怎么样 挤走而去 挤走而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所谓的第四小段 刚刚看到 让同学看到的就是 看到父亲 其实就会未必的这个部分 而这里底下呢 其实我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柱角 就是这里是所谓的顿教建出 同学应该可以 就是想象的看到嘛 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个其实以所谓的教法来看的时候呢 因为佛陀在说圆顿教法 以那一个所谓的身文圣者而言呢 其实不堪受这样子的一个大法 所以落在所谓的五十教判的 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教来看的时候 就是在圆顿教 然后建教之初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落在那样子的一个教法的这个开端 同学应该可以意味得到 有上过同学有上过五十教班的同学 应该是还有一点点回顾 那如果已经忘了的话那没关系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建法的一个一开始 要说圣文法的这个开端 那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我想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就可以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有看到哪边呢 看到切座思念 其实有看过嘛对不对 然后想说这个可能是 以为是颇巡嘛 以为是魔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所以 其实应该是看到 非我用力的物之处 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这里 我们上个礼拜 应该是看到这个地方 而呢这个呢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那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时候的这个佛子 佛弟子 他的一个根基是适合什么呢 适合小圣的一个根基 没有办法去看受大圣法的教化 所以小鸡不能受大化的意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所对应的是这个意识 对应的是这个意识 所以不如枉制平礼 乃至呢 依食易得 然后在静明君当中有说 能以平所得法 然后度思下略 好意思 其实这一段所对应的就是 维摩解经当中 所说的这一段话 那平所得法是什么法 声文法 对不对 就是小圣之法 度思下略 就是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比较小圣根基的众生 小圣根基的众生 淡空之礼不含万德非如来藏 所以叫做平礼 所以叫做平礼 所以同学应该可以知道 其实在所谓的那个 声文二圣之法 其实他们所达到的就是淡空之礼而已 淡空之礼 因为其实在所谓的淡空 就是所谓的偏空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所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涅槃境界 就是属于极灭的涅槃境界 没有办法去了知 所谓的佛的这样子一个 寒常万德的如来藏 所以相对于佛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如来藏而言 这个淡空之礼就是属于比较平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所以故言平礼 那偏空称于小字 故言似利有地 所以叫做似利有地 似的意思就是放啊 把它卸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衣食易得者 就是能得有余涅槃无肉的这个衣食 而这个无肉的衣食呢 其实就是行行还有会行之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那什么是行行什么是会行 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就是看到这两个词 所以我想说时间到了就把它赶快就是让同学下课 而这个会呢其实就是智慧的会 同学可以稍微标注一下 而这个两个词的意识呢 其实就修行层面来讲 其实就是正行跟住行的意识 什么是正行什么是住行 其实这个可以从寺教的教判来去看 那个所谓的正行跟住行的意思 像比如说在藏教的正行是什么呢 正行就是西空观 而呢住行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那一个所谓的五行观法啦 就是不敬观啊 慈心观啊 念佛观啊等等的 这个就是属于住行的这个部分 这个在藏教而言是这个样子 而通教呢 其实就是相对于藏教就是体空观 而行行呢其实就是立一切法 然后原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止观 而这个观其实就是体空观的意识 这个是通教 那别教呢 其实就是比那个藏通还要更高一层 因为他其实修的是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种制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会行跟行行 其实就是牵涉到所谓的度化众生的 这个所谓的假的这样子的一个观法 所以原俗礼叫做原甲观的意思 这个俗不是世俗是俗 是从空而入甲的这个俗 所以原俗礼是会行 原俗事叫做行行 那为什么要原俗礼原俗事 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的意思 对不对 那那个原教呢就是原石像 然后呢行行就是立诸法门 立诸法门 那所以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原 所谓的这个会行跟行行呢 其实是偏在什么呢 偏在藏教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这个是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所谓的升文教法 对不对 讲的升文教法 所以能得有余涅槃五肉一时 行行一还有会行十 的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就是藏教的这一个观什么呢 观五常的这个西空观 还有修不敬 慈心 念佛 述洗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五挺心观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落在藏教的这里 那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会行跟行行是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也不会难懂 只不过说多了两个新的名词 这样子而已 那底下若久住此 或见逼迫强使我作者 那就是这个 这个儿子呢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行大圣道呢 经过无量节 所以叫做久住 那我呢 本厌不生死 那如果说修大圣一定会入生死啊 那广学万恨的话 其实就是故言逼迫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以一个所谓的小圣行者一个的一个心来讲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办法像 所谓的菩萨修学万恨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安忍 常住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度化终生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这样子的一个广学万恨度化终生的那个所谓的心态 其实就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所以我本人乐小而今令我呢 发大圣的一个菩提心 那么这个就是强使 就是强硬叫我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所以舍大取小 所以叫做挤走 挤走 就赶快走 赶快走 不要做大圣的一个菩萨道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久住的广学万恨 发大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是小圣行者的这个心态 有没有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贴切 我觉得描写的很贴切 大概圣文行者 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其实就是太过于艳离所谓的说婆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苦 那个艳离心太过于强的时候 而悲心不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赶快离开苦 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想到 在看到菩萨要在说婆世界 在那个所谓的世间 度化中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会害怕 会害怕 好 那刚刚是子见父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其实底下就是进入到什么呢 进入到父见子的这个匹域 父见子的这个匹域 所以我们来看 十父长者下 这是第二段的父见子的一个比喻 那一样底下有四段 四段 那子见父跟父见子差在哪边 我相信其实那个所谓的角度啊 观点啊心态完全都不一样啊 所以那个前面我们看到子见父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父见子 那我们看到父见子有四个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就是父看到儿子的一个处所 还有父见子就怎么样 一眼就看到父见子便是 还有什么呢 看到子呢是怎么样欢喜 就好像父亲看到儿子 或者是母亲看到儿子一定怎么样 哇母子连心或者是父子连心的那种 所谓的欢喜程度 所以见子欢喜 还有呢见子誓愿 就是怎么样满这个儿子 看他所希望的想要的愿望是什么呢 就应他之所愿 这个是见子誓愿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四个程序 那我们看底下 就是一句经文 然后一句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句 那经文说 十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是 然后呢心大欢喜 心大欢喜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就是看到 见子的一个处所是什么呢 是狮子床 就是狮子座 狮子座 那对照这个狮子床 或狮子座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如来法身 居于第一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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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第一亿空 其实就是狮子座的意思 他处在这个地方 那无畏之境 然后明照姬 对于所谓的众生之姬呢 完全非常的了然 非常的清楚明白 这个就是见子处 那见子便是 为什么会是呢 因为往日跟众生有结缘 所以他认得认出 这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儿子 这个就是我的儿子 这个就是见子便可以怎么样 认出来的意思 那底下就是心大欢喜 心大欢喜就是佛 这个时候恒似子姬 荆姬来呢 就是称慈 所以是欢喜 其实都有那样子 所谓的慈 慈能语乐嘛 所以其实就是欢喜之心 那么即是领法说而起大悲 那那个火宅呢 极大金部 彼呢名法苦 所以叫做金部 那么这边呢 其实是语乐 所以叫做欢喜 所以其实对应的 一个是喜 一个是悲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 在火宅玉的时候 但是其实都是乐跟喜 都是一样都是针对众生的 所以是可以怎么样 相呼应的 相呼应 那底下就是见子是愿 那么这个时候呢 长者 就是极座试念 我呢财务库常 金有所付 我常呢 试念辞职 无有见之 就是一直念这个孩子 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看到他 而呼呼自来 甚是我愿 哇这个时候突然 冒出来了 突然之间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我的儿子 所以 刚好是满我的愿 我虽年宿 有故叹息 就是有关这个长子的一个 所谓的心愿 所以这个就是见子誓愿 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见子誓愿的经文 习见众生 取大 退大 然后取小 贫礼 然后求食 滋生艰难 然后长欲与才 无稽不得 这个就是所谓的长者的一个心态 而这个所谓的退大取小 当然同学一定会有概念就是什么呢 退大圣法 而取所谓的小圣之法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大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而今日呢 刚好是碰触到所谓的大法了 所以称踏实心 固言 库藏 金有所付 就是怎么样 长者的这个所谓的家财万贯的财宝 都给你 都给你 所以他已经有可以赋予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所以众生已经可以渐渐看受大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常思念者 就是明其呢 非但平无大财 而且又流转生死 众苦所逼 唯呢 大悲所痛 所以叫做什么呢 常常思念 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佛的悲心 佛的悲心 虽然欲就把无稽亦剖 剖就是没有办法去嫉妒 没有办法去嫉妒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众生的根基还不到 所以故云呢 无有见之 没有办法去看到众生的意思是这里 今有可度积身 所以叫做什么呢 而乎自来 称大悲心 所以叫做圣事我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可以让佛陀所度 刚好是满佛陀的一个愿望 佛陀的愿望 我虽然年朽有故贪息 就是解释誓愿的一个缘由 一样他其实是就是要满众生的一个愿 要把那个长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家财 全部赋予众生 由于呢一奇化弃啊 所以叫做年朽未见大基法没有办法去委复啊 那将来之徒谁呢 从谁可以得托呢 为可度者所以叫做贪息 为可度者所以叫做贪息 可度者是谁呢 可以度化的众生 那为什么其实要对于那个可以度化的众生要贪息 因为其实他还是要想着这些可度化的众生 我没有办法去碰到 但是一定要有可以接受我财产的人才有办法去给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很珍惜这些众生没有办法去度化 所以荆棘自来无耻有念 故我呢愿得是也 这个就是有关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怀 这样子的一个心怀 那底下进入到所谓的那个武癖当中的第三个 就是长者接下来的动作 要干嘛 要干嘛 要把这个穹子把他追回来 追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用强的 比较用强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极浅旁人呢 脊椎僵缓 这是第三个就是追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所以一样这边有禁领跟圆领的这个说法 那禁领刚刚其实就是什么呢 领解火载辟喻的 这个所谓的舍机用车 舍机用车 就是怎么样呢 舍去众生不同的根基 同时给什么呢 一大牛车的意思 那圆领呢 法说的一个寝大思小 寝大思小 就是那个所谓的 就是对于众生的一个不同的根基 给予他们不同众生的这个法的这个意思 那此文呢 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浅旁人追 那其次呢 就是浅二人怎么样 诱导这个众生 诱导这个孩子这样子 那浅额追领上 就是伸手有力 领上就是领解上文当中的伸手有力而不用之 但方便品总借券唯一 那试文呢 其实是有三个 这个其实就是领解 就是在方便品当中所说的 的这个内文 但是方便品当中 其实说了两个内涵 就是借跟券的这个内涵 但是借跟券的内涵 并没有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 他把借跟券把它放在一起 那什么是借 什么是券 是我们就是同学需要去理解 跟了解的部分 借跟券呢 其实是差不多啦 但是是差在哪里 一个借呢 就是借二 券呢 就是券善 差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二 一个是善 那同学其实很容易去理解 所谓的四溪谈 四溪谈的第一个是世界溪谈嘛 那借跟券可以把它分别放在 为人跟对质西谈 所以为什么是为人跟对质 因为为人的话 其实是针对众生的一个善而引导 而呢 对质是针对众生的这个二 而怎么样 对质 所以这个借呢 其实可以对应在什么呢 对质西谈 券呢可以对应在 为人西谈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对 而这个部分呢 借跟券其实 就等于说是总瓜佛陀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代所有的一个教法 一代所有的一个教法 另外呢 其实像这样所谓的借跟券的这个理解 其实也把它 其实可以把它理解到佛陀的 智德跟断德的部分 因为智德的部分呢 其实是由善这个地方去开发出来到圆满 而这个断德的部分是从借的这一个对质嘛 对质二的这个部分断德 而达到所谓的断德圆满的这个部分 而底下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论述 所以不要小看借跟券 因为跟底下我们要解读的内文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同学稍微标注一下 就是在投影片上为同学所标注的 交善叫做券 然后致二叫做借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标注有助于我们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 那试文呢 其实有三个 那火宅玉呢 其实开券 然后出借 然后解释 一样是有贵有三个 而呢 放舍文略 长寒何卷不何借 而呢 习化文广 借中呢 但送借不送借 又呢 不送呢 习化 都有所谓的怎么样 出没 有两个 各有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加重 跟偏 偏重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说法 那我们来看 火宅长衡行呢 就是借券士呢 各有三个 那在所谓的性解品的这个穷子欲 就是并领 一起做领解 一起做领解 那怎么样的一个领解呢 我们同学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 所谓的 有关 劝门跟戒门 我在投影片上所标注的这个 红色字的部分 因为这个刮虎 其实都是所谓的经文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列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 劝门有大概就是两个 然后借门两个 然后再作为这个并领 劝跟戒 所以解释其实各有三个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 第一个集潜旁人集走网桌 这个其实就是领解所谓的上文当中所说的 劝门的拟疑 同学应该知道拟疑的意思 就是拟什么呢 拟众生的根基之疑 就是看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 就给予众生适合的这样子的一个阀门 那穷子惊恶就是领上劝门的一个无稽 这个无稽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大声的根基 这个叫做劝门 那强迁将还就是领上戒门的一个拟疑 穷子自念无罪一直到闷觉弊地 就是领上的戒门的这个无稽 从赴遥见下就是并领劝见的这个习化 习化同学应该知道嘛 就是意思就是教导众生怎么样 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叫做习化 此呢探取佛义 佛虽然是劝门拟疑无稽 但是义呢有未习 所以更做戒门拟疑 事不获疑 然后习化 习化 然后所以其实后来习化的意思就是没有再怎么样 做教化的这个动作 没有做教化的动作 所以同时劝门跟戒门知道 其实众生没有这样子所谓的 大圣根基的这样子的一个 教化可能 所以就习化了 所以就习化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看底下的经文跟说明 经文跟说明 那经文说 急遣旁人急追将还 那这时候呢 就是使者急走网拙 就赶快怎么样去抓 去抓这个儿子 去抓这个儿子 所以这个急遣旁人呢 遣旁人就是劝门拟疑 那智呢是能遣 教是所遣 理义是正 那教义是旁 一个是正一个是旁 而这个呢是从佛呢出大圣的十二部经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拟义众生啊 就是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教化众生 但是众生无稽不受 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圣根基 所以与其如鲁 顾眼浅旁人也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知道 这个是所谓的 华眼史 华眼史 所以如鲁嘛 这个是五位当中的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如鲁 那旁人是什么呢 就是 旁城佐等 旁城佐其实我们在 就是前面其实有看过 那这个就是 潜法身菩萨说大圣之法 那很明显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阿涵史当中 所谓的 不是 华眼史当中 所谓的那个菩萨 大圣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华眼当中 令世菩萨说是实地 这个就是浅旁人也 那这个呢 其实在 我不知道同学对华眼镜熟不熟 其实我也很喜欢华眼镜 而这个世菩萨 是哪世菩萨呢 我大概是放在这个地方 让同学稍微做参考 就是 对 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实地 那分别其实就是 有法会菩萨 功德灵菩萨 金刚闯菩萨 跟金刚藏菩萨 说的 说这四十 四十地 就是四十位的意思 四十个阶位 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修行 那 这边其实就是很明显 标注出 这个是佛陀说法时 的这个华眼史 众生不堪接受大圣之 远顿大法 不堪接受 不堪接受 好 接手往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圣明义 那显入正直 用此来复基 可以怎么样 很快可以达到菩提 所以其实众生不堪的时候 这个叫做疫苗助长 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有不用的 所以故大车中云 其极如风 大车中云其极如风 同学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火宅玉当中的这个 所谓的大白牛车 同学还知道吗 大白牛车 其实它的这个奇极如风 是其中的一个特色 我们其实有读过 若以菩萨为旁人者 菩萨自有神力 又呢 被佛所怎么样 加持又批佛加码 那也是一样啊 可以让众生可以 集入菩提 所以菩萨因为透过佛的这个加持力 在就是度化众生的时候 一样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 像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那文书普贤都是 这个大菩萨 其实自有神力 那佛又加持 加持 这样子的话 度化众生就非常非常有力量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穷子惊恶 称愿搭患 那我不相犯啊 何为一件说 其实我并没有就怎么样 我没有干扰你 我没有侵犯到你 为什么你要捉我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劝门无稽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积怨啊 没有大声的根基 既然是献无稽啊 那众习惩发 那废酒不易 那触闻大叫 乖心顾忌 所以突然听到所谓的大圣的叫法 然后呢 背离我们他的这个心 跟他的原本的这个小圣的 安于所谓的涅槃基金之心 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 就是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很惊怕 那不是呢 所以是怎么样 很惊恶 称愿大患者 就是小圣呢 以烦恼是怨 然后生死是苦 那如果说劝烦恼及菩提呢 那么这个就是大患称冤枉 大患称冤枉 如果说听到生死即涅槃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大患 大患就是大叫的意思 称苦痛 称苦痛 为什么呢 因为烦恼对他们而言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要的东西 生死对他们而言就是怎么样 要赶快怎么样 离开的东西嘛 所以一下子要跟他们讲说烦恼是菩提 然后生死是涅槃 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 所以无稽不受 这个是劝门也 我不相犯者 就是我不甘求 那合意 那用大来化我 那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教化我呢 那此领劝门恶意 为领习化 为领习化 就是没有办法去怎么样 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大圣法 所以怎么样 就是洗就洗灭这个所谓的 度化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劝门恶意就是我们 这里跟上面所说的 所谓的拟移跟无稽的意思 一个是劝门拟移嘛 一个是劝门无稽 就是已经要打算要度化他们了啊 要看这个稽也要度化他们 然后呢 看一看哦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跟根基 那底下一个是劝门 那底下其实就是什么呢 劝门 劝门 一样是两个 一个是拟移 然后一个是无稽 一个是无稽 这个时候呢 这个使者 就直之玉吉强迁将还 这个叫做怎么样 用比较所谓的强硬的手法 要把这个 这个儿子把他带走的意思 所以次呢 再换不来 直之玉吉者就是 领拟移的这个劝门 那前面是说劝善嘛 由是荣语 那我当语 都单位说不畏之事 那么吉是吉却 吉切啦 吉切 那虽然是强迁将还者 还是一样是要 借以苦言 令其远恶 让这个就是儿子远恶 内计无稽 外话 外逼大话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那个所谓的强迁将还的意思 就是有关强迁将还 其实就有用比较强硬的手段 所以就是外逼大话 要逼迫他们强制接受大圣法的意思 这个时候就是于是呢 就是穷子自念无罪 自己想说自己是没有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罪恶 而被求职 那么此呢 必定死 转更黄步 闷绝毙地 所以很害怕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像昏倒一样子 倒在地上的意思 所以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灵解 那个所谓的不受戒门的意思 连戒门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办法去接受 而这个所谓的罪呢 其实就是意思是指慈悲的意思 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慈悲 因为其实一定要所谓的 有那个所谓的入众生的一个生死的慈悲 才有办法去所谓的 单众生之罪的意思 所以这个能够有所谓的 这个众生罪 其实也是菩萨的一种展现 能够在生死苦海当中 不断不断的接受生死轮回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度化众生的一个生死海当中度化众生 所以生死罪故呢 就是意思就是入生死欲 那菩萨也是一样啊 同罪入欲啊 但是二圣就没办法 他没有大悲 所以名为无罪 名为无罪 这个是很特别 名为很特别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同学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稍微理解一下 一方面其实也可以理解 真的是菩萨 不只说是菩萨的一个难得 其实要修学菩萨恨 真的是要有所谓的大 大怨大悲大慈之力 要不然其实要入所谓的生死海度化众生的 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是不太有人有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让我们自己可以 就是不断不断的尝试的去了解 所谓的菩萨恨的这样子的一个 难能可贵 而且难行能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念入生死而是即是而被求职 无大方便而入生死 那么其实一定会怎么样 勇施三圣会命 这个其实我用特别用红字怎么样 把它标示出来 就是要让同学特别去 警醒一下自己 警醒一下自己 因为有一些同学 其实就是那个不是有一些同学 就是友人 友人其实学佛学到后来 其实对于所谓的菩萨的一个行持 其实是非常向往的 但是其实必须要知道的是 其实还是要有所谓的大方便的能力 就是你至少要会施全法 要不然其实你入生死 你入生死就是在生死海当中的 一个所谓的怎么样 所谓的流转 一定会施三圣的一个会命 一定会施三圣的会命 所以很多人其实看到地藏菩萨的 这样子所谓的不入众生 事不成佛 会跟着地藏菩萨发愿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 你入地狱的 入地狱之后 你要如何出来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有关我们这个所谓的 大方便的这个部分 就是自己的程度 要自己去拿捏 对不对 所以不要发愿自己要变成狱卒 这样子就不是很理想的事情 而且发愿自己要变成狱卒 如何去度化众生 到时候那时候看你如何去度化众生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非常非常谨慎 去思考的事情 生死是一件大事 就是我们对于学佛者而言 我们的生死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课题 必须要去认清清楚 要如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死 生命的这个部分 所以勇施三圣会命 所以叫做必死 所以叫做必死 所以施子等是故言转更黄步 转更黄步 这个人家那个所谓的 这个儿子还有黄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心 不要学佛学到后来 连这个黄步的心都没有 这样也不对 把那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愿力当中是第一个 但是愿力的一个开启的时候 也要拿捏自己本身的怎么样 自己的一个程度跟力量 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愿呢 其实可以起行啊 可以达到所谓的圆满我们这个怨恨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个很重要 这个完全都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 必要的认知 必要的认知 好 强以大教小知不解 所以叫做闷觉 极其毁谤必堕山徒 所以叫做必滴 所以这个必滴 其实就是堕到地上的意思 那么就是堕山徒 堕山徒 意思迷闷然后逆无名帝 迷闷然后逆无名帝 就是沉默在所谓的无名的 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海之中的意思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穷子 他的一个状态 那有关戒门跟劝门 在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把它 就是做了一点点的一个说明 那从复遥见之 这个是第三个 就是放舍劝戒习大圣之化 就对大圣法的一个教化 就是怎么样 没有说了 而这个呢 其实就分四点 就是思维习化 那第二个就是解释习化 第三个就是正习化 然后习化得宜 那最初的一个思维习化呢 其实有两层意识 为什么其实就是不要教化众生 第一个 他知道众生大致弱 他的那个所谓的 要承担菩提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致 很弱很弱 然后第二个就是知小至强 就是小强的意思 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 要那个脱离生死轮回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很强烈 这个就是有关 这两层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当然其实也可以怎么样预测出来啊 为什么佛陀其实在说大圣法之后 要马上说建教之初的生文法 就是看到众生的根基就是如此 先以自己的一个所谓的 生死的解脱为当做第一要物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不得不说 先说那个生文圣法 好我们来看 父姚田之 而于始言不须此人勿强将来 就是这个父亲喔 远远就看到他 然后就跟死者说 不需要此人勿强将来 不要用所谓的硬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待他 然后父姚剑就是小去 然后大远 所以叫做姚 是结缘子 所以叫做剑 那其实有跟佛陀结缘 但是呢 他这个时候其实离要接受大圣法 还很遥远 而于始言呢 其实意思就是 曰教是始 那至本说教 至知呢 怎么样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 至习呢 所以怎么样 教化就怎么样 就修旨的意思 曰人为始 所以这个始 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教法的一个始 第二个是人 那什么人呢 主要是菩萨 与诸菩萨不需陷入尊庙之身 令二身见 那为什么 因为二身见了会害怕 会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所谓的长者 不得不陷 到后来会说 不得不陷所谓的购 购逆之一 那尊特之身 尊庙之身 其实就没有把它展现出来 那经名当中有说 摄乳身香 无令呢 比诸众生 而起祸酌 这个就是 在维摩结经当中 就是有关香继品的 那一品当中所说的 为什么要摄乳身香 就是香继品的那个菩萨 其实身上都有非常非常 微妙的这个香 所以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香收摄起来 因为让众生起怎么样 起那个所谓的疑惑跟执着 这个就是有关大圣 跟所谓的身闻圣者 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不同的一个状态 菩萨菩娜 如此说婆 畜生令小 那皆是其意 就是 就是到哪一个的一个环境 就是要符合这个环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那要不然的话 其实就会让人家 会觉得很奇怪 会很奇怪 那更胜而起执着 那起烦恼这样子 悟强将来者就是 既然是没有所谓的大击 那么恐伤其上根 所以叫做悟强 那思维不须此人者 思维就是张安 张安灌顶大师 会认为说 不须此人呢 那主要的意思就是 思维席劝门拟矣 那悟强将来呢 就是思维什么呢 席劫门拟矣 就是有关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他的一个分布劝门跟戒门 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同学可以看到 有关劝门跟戒门 其实在刚刚 从一开始的一个介绍一直到这里 其实都是在讲有关劝门跟戒门 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对于劝跟戒同学 还是一样稍微要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好底下就是 知有小智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长者 就是令旁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使者 用冷水撒面 然后令的醒悟 然后莫附于语 不要再跟他讲 这个所谓的大圣法 那冷水撒面呢 就是第二个 就是知有小智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穷子呢 其实知道他有所谓的这个小智 那应该怎么样呢 用灰断的一个礼水 除剑丝的这一个热 所以同学可以知道吗 其实用所谓的灰断礼水 就是所谓的偏空涅槃的这个礼 对不对 偏真之礼 除什么呢 剑丝的祸 对不对 所以其实像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除剑祸 就是正的出国嘛 对不对 正的出国之后呢 开始再除私祸 就是正的二国三国四国 到四国的时候 就是见私二祸 怎么样 全部除去 把所谓的生死之苦怎么样 断除 这个是有关 生文圣者的一个修行过程 那我们看面者 面者 就是验生死 叫做被 那向涅槃呢 就是面 所以这个面 其实就是面向涅槃的意思 醒悟呢 就是开晓斗鸡 得理反闷 悟是 是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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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是真帝是什么啊 悟得是真帝是什么 是帝不知道 苦极灭到 对对对 同学是太简单是不是 简单到已经不知道了 这个世帝法 其实就是生文圣者 非常重要的 那个所谓的 要悟得是真帝的这个道理 那圆诀呢 十二因缘 对没有错 十二因缘 这世帝十二因缘的 这一个所谓的二圣 的这个行者 那必须要去怎么样 正德的 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 看到这个真理 所以悟是真帝耶 这个就是醒悟 醒悟 而这个底下后面 其实会讲到有关 圣文圣者的这个修行 都跟四帝的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有关系 所以在这边先暂时预告一下 那莫妇于于者呢 就是决定应习怎么样 大圣教 就是不要跟他说什么 大圣的教法 所以叫做莫妇于于 莫妇于于 所以真的是没有所谓的 看那个法法文句 对经典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完全 其实以我们的能力 完全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不对 来我们看底下 所以者和 那 为什么呢 因为父呢 知其子 知依下略 自知豪贵 为子所难 那神知是子 而以方便 不与他人云是我子 这个就是 长者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心态 他的一个心态 那知道那个 他的一个穷子 他的一个志向是什么 那知道呢 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度化他 那我们来看 所以者和下 这边 是第二 就是解释习化之意 就是 就是 停息所谓的教化的意思 意涵 正宴苦心空 那清夹下略 没有慈悲之心啊 那 穷子的心态 的一个状态是这样 那吉呢 慰难大法 而且呢 任其小智 义佛本怀 所以这个叫做习化 那就是 让他们这个所谓的 小的 要脱离生死轮回的 这样子的一个志向呢 先把这样子的一个志向 先满他们的愿啊 所以 省至二万亿佛所 乘发到心 非都没有所谓的大基业 且习大化佛义未义 就说其实这些这个穷子 或者是说 就是有关佛所度化的 这一个所谓的生文圣者 他其实在二万亿佛所 其实一样 有曾经发布到道心 大道心啊 都有 只不过说 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大圣根基的一个 教化机缘还没有到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佛呢 或者是长者 他习大化 并不是说 就不要再 教导大圣之法 只是说呢 时机还没有到 所以叫做佛义未义 就是说 其实真的 其实那个所谓的 教大圣法是在以后 那更是后期 就是以后其实会教导 会说这个大圣的一个教化 不与他人者 就是于习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小圣教当中呢 随他义语方便附乎 那么称世生文 不说呢 随自义语 云是菩萨也 所以随他义语 其实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众生 随顺众生的一个义 他的一个志向 而说 适合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化 这个叫做随他义 而随自义呢 就是指的是长者 或者是指的是佛 或者是菩萨也可以 这个就是他 那个佛或者是菩萨 有自己本身的一个自证量 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大圣之法 没有说自己本身的一个本怀 这个叫做不说随自义语 不说随自义语 所以这个时候指说什么呢 随他义语 而方便附乎 方便附乎 那这个时候实者与之 我竟放乳随意所去 就是我把你放走 随你看你要去哪边 这个叫做正名习化 就是真的 就是正在这边 其实正正说明 其实就没有说 那个所谓的大圣法 那我竟放乳 即是之大肌肉 然后随意所去 就是知道什么呢 小善强 小善强 当然这个小善其实就是指的是声文的一个 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这样子的一个法 这个小善强 以此二元 所以叫做习大化 习大化 而且喜欢的是那种所谓的什么样 不好的一跟十 这样他们反而比较可以安心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众生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我相信同学应该也可以体会嘛 就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有人调查那个街友对不对 说那个街友其实说真的要把他们带去洗澡 穿那个好的衣服 他们也是一样会觉得很奇怪 把那个洗澡洗好穿好衣服之后 他们又跑到街上去那边怎么样 乞讨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穷子 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 习惯于自己本身所适应的这个环境 跟所谓的他们习惯的生活状态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本身的怎么样 的一个资质可以调上 调高调高调高 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修行上 其实就是不断的提升提升提升 这样子我们就是在进步 好我们来看穷子欢喜 这个就是习化 然后称姬称什么呢 称众生的一个根基 不为大教所逼 所以这个是欢喜 无邦大罪得免三徒 就是故言从地 那其实他怎么样 没有毁谤啊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没有接受大圣教法 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所谓的所谓的大罪 那有小善生 所以叫做而起 那幼前呢 你以大法 然后明门不解 然后卧无名之地 那这个时候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嘛 所以这个时候长者都以小 这个小就是小圣法 那可得行物 所以叫做从地而起 从地而起 那于呢 就是四地当中欲求道法 所以故言呢 就是枉至平礼 以求衣食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升文圣法的一个修持 就是其实就在修苦己灭道的一个四身地 或于呢 就是四见当中求道 所以故言平礼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叫做所谓的外道 外道其实就是着什么呢 藏了我尽的这个四顶道 这个叫做求道 那为什么会说是外道 因为像比如说当时佛陀 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设立佛 或者是木建年 他们也是外道啊 对不对 那但是他们因为没有碰到佛陀 所以他们在求法过程当中 其实还没有真正可以碰触到 真正的一个大法 所以那时候其实那个佛陀 在教化地址当中 度化地址当中 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外道而转到 所谓的佛法的那个内道 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就有两种嘛 那一个就是直接修 所谓的那个世圣地的佛陀地址 还有就是所谓的当时的一个外道 然后呢 其实佛陀就度化他们入所谓的 身文圣法的这个身文行者 身文行者 好那同学先休息一下 那下一节课再来看底下的部分 好休息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就是底下 的这个内容 从欲又引下 从欲又引下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密浅 两个人去怎么样 又引这个穷子 这边呢 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骑教 骑什么教 就是领什么呢 三车就职 就是有关用三圣法来怎么样 那个教化这个地址的意思 那原理呢 就是波罗奈的一个师圈 波罗奈就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在那个所谓的波罗奈怎么样 教化无比丘的这个全法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奇教 第二个就是从呢 又以他日下是取义 取义什么呢 灵法身之地 那久照方便 非道数使之用效 早见众生呢 智难尊特 所以轻夹够一 然后追灵往前 已成经解 那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是 不是在那个倒数下 这个地方呢 开始用效 其实佛陀或者是长者 早就看出众生 没有办法怎么样 直接看到所谓的尊特之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圣的一个菩萨之相 所以献轻夹够一 然后怎么样 去那个追灵众生 或者是去度化众生的意思 就这样子的一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奇教 第二个是取义 那我们来看底下的这个问答 就是 世大弟子何因能够知道法身久照呢 那智子大师说 主要是推进 然后支援 那为什么 就是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大树 道树 道树 道树的意思就是 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这个道树 知道没有所谓的大基 那么就不可能就是 因在那个所谓的都帅降神 然后正会脱胎 乃至现有烦恼啊 所以其实 那个所谓的佛陀 其实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见基 知道所谓的度化众生的这个 基缘的这个到来 只不过说没有办法一下子 给予所谓的一个大圣法 这样子 所以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所以 先现有烦恼 然后那非生智 以三十四星后生断结 那燕之呢 托大小的这个向海为妙的一个因缘 酌呢 粗壁 藏六够一 其矣久矣 这个是有关 那个佛陀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见知 见照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 的一个能力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像所谓的大小向海为妙的一个因缘之身 这个就是尊特生 这个就是尊特生 把尊特生怎么样隐藏起来 现什么呢 现那个所谓的构逆之身 硬化生 现硬化生 这样子 好 这个是有关这个问答 那我们看先从第一个开始来看 就是士奇教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领呢 其实就是有领批育品 那还有方便品 那批育品跟方便品 其实这边看那个所谓的书名号就知道 那这个批育品的文其实有四个 那等于说是回顾 那哪四个就是用方便拟移 知心心 探山车 然后士奇所愿 那主要其实就是怎么样 看众生的根基 而给予三圣教法的意思 那方便品也是一样是有四个 那这边其实就没有多数 那在所谓的性结品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是有四个 这四个呢 其实是分别是 从疆域又隐下是领上的拟移 这个领上就是领解上面所说的 那上面所说的 其实就是批育品跟方便品 那那个到时候我们底下还会再看 到时候再来看 那第二个就是 十二十人 及求穷子既已得知 这个就是什么呢 领上知道子呢先心有机 先心有机这样子 这个是知先心的意思 据成上士就是领上探山车的这个稀有 那穷子先取其驾下呢 其实就是领上的一个誓愿 然后征出火宅 就是要满众生的愿的意思 所以众生知道有车啊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会怎么样 赶快要跑出火宅这样子 那我们看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陈述 那底下其实就是详述的部分 那从那个经文开始来看起 这个其实就是 儿时呢 长者将欲幼隐其子 然后怎么样 色方便密浅二人 然后行色憔悴无微得者 这个是长者的这个做法 然后跟他说啊 他说如可亦比许予穷子 只有做出备于乳职 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嘛 那边其实有怎么样 有什么样工作缺 那你去那边呢 其实工作之后 其实就会给你怎么样 薪资工资 而且这个薪资工资 比你自己本身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在外面的工作还要怎么样 更加倍的这样子的一个工资给你 那穷子若许将来始作 若言愈何所作便可与之 故乳除愤 我等二人义共乳作 这个就是长者跟这两个使者 教他跟这个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来看底下 这个是匹域啦 那这个匹域呢 其实重点是我们要看这个匹域 背后所要陈述的这个法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江玉又赢者 那既然是习怎么样 习大化啊 不容姑气 所以要设方便 所以叫做江玉 江玉 还是一样怎么样 要多化这些 这些 这个穷子 密浅二人者 四弟子 齐己分岭 不赦菩萨 所以故言二人 所以叫做二人 约法呢 是因缘四弟 那约礼呢 是有做的一个真属 真地跟属地啦 约人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身文跟原诀 那其实就是有关四法的部分 而这四法当然不是四一啦 有法 有礼 还有人 那这边主要是度的是身文跟原诀的这个部分 而礼其实就是什么 偏真礼 偏真之礼 有做的真跟属 从这个所谓的有为的这个法 然后入什么呢 无为的这个偏真 那法当然其实就是有关 刚刚其实跟同学所提到的就是 苦极灭道的世真地 四弟之礼 四弟之礼 出拟大圣法 所以说是密浅旁人 那这个旁人表示的是什么 那就是一时地一大圣教一菩萨人 而呢现在其实是现方便 所以其实把这个所谓的大圣法隐藏起来 所以隐时为密 指偏真呢是浅 所以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偏真表现出来 那教呢其实就是隐满字为密 指半字言浅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满字法就是大圣法 半字法就是所谓的小圣法 所以其实这时候用小圣法 来怎么样给予这个穹子 约人呢是内密菩萨恨 所以故言密 外现呢是身文 所以叫做浅 所以叫做浅 那这个就是有关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所以非常非常的 哇非常的贴切 所以行者 二圣教宗呢 就是不修相 但说苦空无常无我嘛 对不对 所以苦无常不尽 那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其实就是行色憔悴 行色憔悴 那约人呢 其实是诸菩萨引其本色 是以畸形 畸就是所谓的权限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然后非聊一之说 没有所谓的佛的实力 跟事无所谓 所以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向好的显现 所以叫做无微德 无微德 如可一笔者 就是以小教 然后拟小姬 拟小姬 拟小姬 是怎么样 小胜的根姬 那大教明理直实 所以叫做棘手网桌 而呢 小教明理于尹 所以叫做徐语 所以你看这两个完全就是怎么样 对称的 就是对称的 持有做处者 就是见修两道是断获之处 断获的这个做处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做处 其实从法义上来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修什么呢 修小圣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方式 而修持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断获 小圣就是断获 到大圣其实就没有所谓的断获 已经是怎么样 烦恼及菩提了 所以不再谈断的部分 这个叫做持有做处 就是小圣行者修行的方法 来我们看被于乳职 被于乳职 就加倍给你你的原本的那个所谓的价值 所以五戒十善 只出于三图 那现在呢 是四地 还有十二因缘 那么就可以出生死 所以其实 以这样子的 来看的时候 是怎样 就是一倍 又一倍 那这个是有关 那个五戒十善跟四地十二因缘 那如果说是外道六行的时候呢 就是只能够俘获 那为什么可以俘获 因为其实外道六行 其实是有持守所谓的 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戒法 其实还是对于所谓的 获有福的功能 但是问题是 没有办法有断 所以今修四地则能够断获 可以得到涅槃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两倍 就是外道呢 跟修四地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之下 其实就两倍 那这边其实跟同学介绍一下 就是外道六行 外道六行 那我把它放在上面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 自恶啊 投冤啊 复火 裸形自作 还有什么 寂寞 寂寞的意思就是什么 坐在那个坟墓旁边 这边就是 都没有所谓的言语 这个是寂寞 还有什么 持牛狗戒 这样子 这个所谓的 外道的六种苦行 外道六种苦行 那这边呢 其实这种六种苦行 还是 可以看到的 还是比较 就是 就是在佛陀那个时候 所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苦行的这个相貌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种苦行 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其实也稍微要跟同学稍微要叮咛一下 就是 我们学佛啊 其实当然有很多 就是同学遇到所谓的困境的时候 都会说啊遇到这个困难啊 受到这个苦啊 其实就是在消业障 没有错 这个是消业障的这个观念 但是问题是 不可以把修苦行当做是消业 这个其实就有怎么样 就有问题 这个叫做什么样 自找苦吃 自己本身其实遇到苦的时候 其实是要去消化掉 但是呢 你如果要自己自动的去守这样子的 所谓的苦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就是自己去找苦的烦恼 永远其实在这个苦的烦恼之下 怎么样 雪上加霜 就是在轮回当中 烦恼再烦恼再烦恼再烦恼 不可能你在自己去找苦的时候 你这个苦在怎么样 消你的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恶 没有你在苦上在制造新的苦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为什么佛陀要一再去反对 这种苦行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同学要去警戒的 也是在这个地方 不要自己本身其实对于所谓的 这个苦行的部分自己去怎么样 去找苦来吃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怎么样 去谨慎去知道知觉的部分 好这个就是有关一辈 然后跟两辈的这个部分 穷子若许者 有姬呢是许 那么那么就会是怎么样 社教法 无姬呢是不许 所以不社教法 那欲和所作者 就是二圣呢 为欲除获取证 不论进佛国土成就众生 这个就是有关二圣圣者 他们目的目标是什么 出获取证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嘛 那个所谓的小圣的这样子的一个 部派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论 其实不会谈到进佛国土 佛国土的一个清净 其实不会谈到的 所以言呢 顾辱除愤 我等二人义共作者 那这个呢 就是二圣根顿 顿根 那评教 然后怎么样 行行方能够修业 那从理上来谈的时候 就是 置地相知 置地相知 同学知道吗 有怎么样的智慧 就可以怎么样 证得怎么样的真理 所以置地相知 而这个智呢 一庆是什么样 升文之智 所以大圣的智 正得的是大圣的真理 小圣的智是一切智嘛 正得的是偏空的真理 所以大圣的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实相之智 正得的一定是怎么样 一切 一切种智一定正得的是 那个所谓的中道的地理 一定是这样 所以智地会怎么样 相知 意思在这个地方 约人呢 集全人 共识人 修行也 共识人 修行也 十呢 二十人呢 集求穷子 既以得之呢 聚成上士 那这是第二 神之有机 知道有怎么样 二圣的这个根基 所以叫做以得 那么这个是领上之先心 就是有关那个方便品 以及呢 就是有关火宅玉当中的之先心 那俱成上士项呢 是第三 就是承说故作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 要顾这个穷子了 要顾他 要顾他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领上探山车 就是探什么 有牛车 马车 洋车 探山车的这一个部分 除苦己之分 取呢 盗灭之价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 那个 除愤 所以这个除愤 真的还是很有意思 对不对 除苦己之分 然后 取怎么样 盗灭之价 所以你除愤就有怎么样 你的怎么样 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那个工资 所以是苦己灭盗 苦己盗灭 好底下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呢 穷子先取其嫁 然后寻与除愤啊 那他的父亲看到儿子 就是敏而怪之 还是很怜悯这个儿子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四个部分 就是寻吉为作 领上 领上就是领解 所谓的火宅玉当中 就是誓愿争出火宅 誓愿就是什么呢 就是满这个 那个火宅当中 儿子的愿望 那要满他们的愿望 他们都真相要出去 看那个所谓的山车 二圣呢 莫果行因 所以呢 先取也 那其父见子敏而怪之呢 就是怪不求佛道啊 敏其呢 就是取得阿罗汉 所施者大 所得者寡 所以叫做怪 所以其实以一个大圣 以一个那个佛陀的一个角度 来看的时候 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不对 那个所谓的阿罗汉 其实是怎么样 是这么样子的 那么不起眼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四果而已啊 还有无上普及 你不要去取 你需要去执着 在那个所谓的阿罗汉的 凭空当中 所以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个是 其此临法辟终之意 其文静 其文静 好这个其实都是跟火宅玉 有很怎么样 很强烈的相关联 很强烈的相关联 好底下 从呢 又以他之下 这是第二个 就是取义领的部分 那因为灵智先造 久摄全谋 这个指的是谁呢 佛陀 那摄的是全法嘛 其去随足 非止树下 使见因缘 一如上说 那这个部分呢 第二个取义领的部分 还是一样是分四个部分 那这个四个部分 以第一个 就是先以全智 然后久欲拟移 久欲拟移 就是拟什么呢 拟全法 第二个就是见子憔悴 是久之方便 是其完好 就是有关那个 就是长者看到 这个儿子呢 憔悴的这个部分 还是取他所适合的 那托妙灼出 就是 临久之虚探三车 就是有关长者 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度化 儿子 来度化儿子 第四个就是 清教子座 就是久之呢 就是誓愿受刑 就是 亲自教 教导这个儿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持 那我们来看经文 又以他日呢 在窗友中 然后遥见子身 这个你看 就可以看到那一个 所谓的场景 就长者坐在里面 在窗户当中 远远的看到他的 那个所谓的儿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形 所以这个幼字 其实就是正中的一个词 正中的词 正中的词 那就是 将 欲呢 就是取义领法身之地 九支大小的一个根基 用一或者是三来施化 重述佛意 所以说标章称为佑 所以其实这个佑字 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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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实我们没有在读 那个所谓的古文 这个古文的每一个字 都有他的一个 非常非常深刻的意思 那如果没有真的就是那个所谓的 就是对啊 那个法师们这样子的一个住宿 那个所谓的那个智者大师 这样子的一个写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他日者 就是二圣自为方便为己 非二圣法为他 那么其实就是你法身 那日者就是时 那时呢 其实这个也是智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智 因为用法身之时 用智造机 用智造机 所以叫做他日 那其实这个时 已经牵涉到法身了 而这个法身呢 以法身之时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跟智呢 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而以这样子的一个法身之智呢 其实就可以照见众生的这个根基 那如果是从此意的话 从这样子的一个意涵看的时候呢 就是时智造始是智 而全智造方便呢 是他 智跟他 我相信同学 其实应该是可以去理解 因为其实用所谓的全法师舍 一定就是他 所以其实只要看到全智 其实就是他的意思了 那那个时呢就是智 时就是智 那其教领 领化身用智 那这个是属于己智 非呢化身用智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他智的部分 因为毕竟其实是 所谓的佛陀的一个所谓的化现之身 所以是己智 那所以就如来的话呢 就是自行全行的智 自行全时嘛 所以是己 那如来化他全时呢 的这个照 那么其实就是他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如来自他全时之照呢 就是照时是己 照全就是他 所以己跟他 那其实我相信 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出来的 那此之呢 探领法身之时 然后用化他的这个全智 照于什么全姬 照于全姬 所以众生其实还是一样是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方便之姬 那这个还是一样是可以怎么样 调守的 可以调守的 若有若无照用全是 若可若否 那么这个都是全智所造 所以叫做他智 所以叫他智 那若从此意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其教领 领什么 领化他的一个全是 因为其实要叫化他嘛 叫他一定要用什么样 方便的一个叫法 所以是全是 那如果是二圣呢 称己是探领领自他之权 此权呢 不是二圣之士啊 所以叫做他 虽然是有两层的一个意思 但是在他日的时候怎么样 具成就 同时成就 今一二圣所领 所以逐他日之文以探领 那领法身中的这一个 照姬的这一个部分 那总之 其实我们还是锁定在所谓的 渡化小圣的这个全方便的这个部分来看 因为底下 其实还是一样是 从所谓的断见四二货 这个地方开始来谈起 而这个辟育呢 也是一样是从 所谓的断见断四二货 以及呢 修所谓的三十七道品的这个过程呢 来做论述 所以这样子锁定的话 其实我相信其实就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看窗友的意思 窗友其实可以说是什么窗户啦 那如果要分开两个字的解释的话也可以 那乌的话就是窗 墙的话就是有 所以这个是窗友 那什么叫做窗友 偏见则晓表权之志 照比偏激 当然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权法 升文的这样子一个智慧 窑者就是小觑大玄 所以顾名为窑 大玄的意思就玄空 就没有所谓的大圣法啦 见子者就是 习呢 曾经怎么样 有众大 大圣的这样子的一个种子 称之为子 以大拟之 顾言呢 为贱 知道说他是怎么样 他是我的儿子 所以有看到他 但是呢 这个窗友偏辖 未宜大化 不适合就是大圣法的教化 所以是习大而失小 这个是窗友 在这边 摇见其子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就是 银寿憔悴 粪土成碰 然后污秽不尽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领 什么呢 先知有小完好 这是第二部分的 领先知有小完好 就是小圣根基 他们喜欢这个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完好的这个部分 喜欢小圣法 因修呢 因智利少 那么这个是属于盈的部分 那因呢 福利少 这个是属于受的部分 所以这个叫做盈受 就是有关智利还有福 福跟智其实都很小 所以其实要修大圣法 其实也要看 第一个福要大 之后呢 智要大 那那个福大至大其实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去培指的部分 那智慧其实就从怎么样 听法 思法 修法而来 福呢 其实就是从怎么样 种福德福田这个地方来 从六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前五度就是指我们的福德 第六度就是指我们的什么 智慧的部分 所以还是行六度波罗蜜 行六度波罗蜜 行六度波罗蜜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 栽培我们的所谓的福德之粮 内部无常是桥 外遭八苦之粹 四柱呢 是粪土 无枝呢 是成喷 这是有关 那个所谓的 银寿憔悴 粹 粪土成喷 误会不尽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描写的比较简短 那那个所谓的 众生的一个状况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回顾到火宅玉 对于五浊的这个描述就怎么样 很广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个 辟培的一个着重点 真的非常不一样 这里更着重在所谓的佛陀的 一个教化的教法 的这个分布 跟听者有关系 好底下我们来看 寄托因若细软上伏 言世之趣 更着粗臂共逆之一 这个是长者 然后尘土碰生 右手执持 除愤之气 壮有所谓 所以这个是有关领先知的 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要叹 山车是稀有 还是要先跟这个众生 这个儿子说 山车就是有关 圣文元解菩萨 这个三圣法是很稀有的 所以托就是妙福引什么呢 暴生的无量功德 这是暴生 因为暴生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 一个无量功德的庄严之相 四十二帝是戒定会陀罗尼等的 这个音乐 极灭忍是细软上伏大小向海的 这个岩世之趣 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属于菩萨等级的 这个庄严之相 然后荣福若胜 那子则精卫 所以这个儿子呢 还是会怕什么样 你的衣服衣装很荣圣 很非常非常的一个庄严 这样 二圣呢不宜见此相好 所以托之 更着粗弊者 那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现藏六行 那么是粗 佛陀的藏六身行 僧忍法忍是弊 这个是有关身闻圣者 所达到的身忍跟法忍的这个禁地 那尘土喷生呢 是现有烦恼 有为有漏 这是有关尘土喷生的这一个部分 当然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知除奋弃呢 下这个地方 但至见思有肉之法 所以可以看到 只要断的是见祸跟四祸 身闻圣者 不论诸地的一个清净智慧 所以其实没有怎么样 牵涉到每一地的这个清净智慧 清净智慧 其实就是进入到所谓的菩萨的一个修持之地 所以左手玉食 右手怎么样 比喻的是全法 全用便义 自以此法而断结成佛 又用此法来度化人 那壮有所谓呢 就是视同不生死 然后又有什么呢 韩风跟马脉之报 这个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佛陀 其实视线 就是成到六年的苦行之后呢 其实在有关在出家修行 然后度化众生 收弟子的修持过程当中所视线的样貌 而韩风马脉之报只不过是 那个佛陀 他视线的苦恼当中的其中一二而已 而在大致度论其实有线 那个就是有关佛陀 线苦恼的这个几个部分 我把它列上来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佛的那个所谓的圆满法报化的印的部分 法报印化身的这个部分呢 那尤其是法身报身的这个圆满像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去 顾虑到这个所谓的韩风马脉 但是在所谓的视线在说婆世界六年苦行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视线佛还是有苦恼之相的 像比如说这边所列的六年苦行 还有他被昇陀利怎么样毁谤 还有金枪之报 金枪之报 还有怎么样 他怎么样 被一个居士请 结果因为种种原因 那个居士 在那三个月当中 没有办法去供养佛陀 佛陀其实就跟弟子使什么 吃马麦 这个也是有视线 就是前因后果的这个状态 还有佛陀的一个所谓的释迦族被谁啊 被琉璃王所杀 对不对 而佛陀其实那个当时是线什么呢 头痛之相貌 还有佛陀其实也有起始空波的状态哦 不要以为佛陀出去之后 其实波都是满的 没有 那还有他被詹陀罗的一个就是女所毁谤 毁谤什么 毁谤说那个他自己 他自己拿一个木盆放在他的一个肚子 就说他怀孕了 他怀的是佛陀的那个就是孩子 那后来其实天神在旁边把他的一个 那个木盆把他打下来 这个是所谓的詹遮女的一个毁谤 那当场其实就是 那个毁谤的磅言 其实就是不攻自破 还有他被提婆达多怎么样 推山 推山之后其实佛陀在脚趾有流血 有流血 这个是佛陀所示现的 还有佛陀其实也会怎么样 会冷对不对 到那个所谓的冬天 印度语还是一样是有冬天 他到半夜的时候 他会跟那个弟子怎么样 锁三一 因为他会冷 所以就是加三一这样子 还有他还有再加前面是九个 还有再加那个所谓的双束背痛 他还有那个感得背会疼痛 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大概就是有十种的这样子 一个佛的苦恼的一个样貌 所以示现的是什么呢 不圆满的佛陀 示现是不圆满的佛陀 而在这边其实我们如果有叛教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呢 是藏教的佛 是藏教的佛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示现的一个状态 好那其实就是看到这边 那底下同学看到这一个所谓的图 这个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主要是要让同学先去有一个概念 那有读过所谓的教官刚松的同学 其实对于藏教修行 其实我相信其实也不陌生 只不过再把它放上来 让同学回顾一下 那对于解读后面 其实我觉得帮助会蛮大的 那藏教修行次第 其实就是不外 就是从凡入圣 对不对 那从凡入圣呢 的那个凡 其实就分两种 这个叫做外凡跟内凡 那外凡跟内凡加起来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贤 那也就是什么呢 七贤位 对不对 那七贤位其实就是 那个外凡的三个 加内凡的四个 所以叫做七贤位 那那个外凡呢 其实也可以叫做滋量 内凡可以叫做加行 没有错 也可以是什么呢 四上跟位 四上跟位 就是内凡的这个部分 那外凡呢 除了五庭心观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别相念跟总相念 那同学看到这两个词 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那换一个 好的一个词 叫做修的是四念处观 四念处观呢 其实就分别相跟总相 就是对于深受心法如何去修 可以分别去修 也可以怎么样 合并起来一起修 这个叫别相跟总相 那底下的一个 暖顶忍是第一位呢 其实就是有关圣文圣者 在修持释迦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进程的过程 那底下好等一下后面 我们就会谈到内凡位的略略述一下 略略讲一下内凡位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圣位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有关出国到四国的部分 出国到四国 而呢一入出国就是入什么 入见到位 入见到位 那到见到位出国以上 就叫做修到位 就叫修到位 那从出国二国三国 那在四国之前呢 其实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有学位 有学 为什么叫有学 因为他还有怎么样 还有可以学习的部分 因为四国还没断嘛 对不对 而到第四国的一个阿罗汉 或者是藏教 其实还有分辟之佛跟佛果位 那这个所谓的三圣的 这样子的一个五学位 其实就是正道的部分 这个是有关圣位 在藏教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用这样子 其实就会比较简单明了 那比较复杂的 其实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形象 三十二形象 八人八日 或者是在断所谓的见货跟私货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但是这个底下其实没有讲到那么细 就是当初我们在学藏教 比较困难的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 藏教的修行次第 我相信其实不断不断的一个 熏悉的部分 其实对于藏教 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了 要不然其实很多人 其实看到藏教的部分 其实都会 不想再去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这样子 一再一而再再有三 其实就会很熟悉 就会很熟悉 那熟悉到产生兴趣 那这样就更好 对不对 那就是有兴趣 我想要去探索有关藏教 这样子的一个教法是什么 好 那我们看底下 就是有关这个与诸做人下 这个是有关第四个 就是轻教子做辟 所以看到轻教子做辟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直接教导这个所谓的儿子 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方法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辟喻的这样子的一个 辟喻内容 所以这边呢 其实总共有七颗法门 而这个七颗其实就是 三十七道品的七颗 那这七颗是哪七颗 同学可以稍微描一下头影片 为同学所标示红色字的部分 就是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足 五根 五立 八正 还有七绝 对没有错 所以加起来就是七颗 所以就七颗 所以我就没有再把它做注明 同学可以自己本身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七颗法门呢 是显示除粪的这个相貌 那这个粪呢 其实同学就可以联想到就是什么呢 烦恼 就是烦恼的意思 所以这边呢 其实就是灵解上诸子 上就是火宅玉当中 诸子心各勇锐互相推牌 尽贡持走 争出火宅 其实火宅玉额 其实就是讲这一个部分 那争出火宅 其实就是离开三界的意思 离开三界的意思 而这边呢 直接就是与诸座人 轻教子座 所以第一个 与座人庇 就是批育的是四念处 而这个四念处就是外繁卫 刚刚其实有看到 让同学看到就是有关什么呢 就是别相跟总相念的部分 这个是外繁卫 那第二个 令勤作物得泄习的这个批育呢 那物得泄习嘛 所以要怎么样 要精进 这个精进就是士正勤 士正勤 男子呢 物负于去辟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四如一族 同学应该知道嘛 这个四如一族 其实就牵涉到修定的部分 修定的部分 第四个 自安一下 明呢 就是安慰欲 这个是五根 五根 同学知道五根吗 哦 非常好 五根就是性进念丁会根 性根进根 而这个五根 培植进去之后 其实就变成什么呢 对 就是变成五粒 所以 所以者和下明呢 五五过的批育 批育的是五粒 此前四句是第二个的内繁卫 第二个的内繁卫 所以外繁卫 然后进入到内繁卫 插在哪边 其实插在 其实进入内繁卫要有定力 定力 所以外繁其实是散的散 内繁呢 其实是比较固定的散 不再是散的 好 比较是那个所谓的散动的 不固定这样子 第六个 即时长者字呢 以为子辟 那比喻的是八真道 虽心此欲下呢 名叫常令除愤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比喻的是七绝之 那这两个 其实就是第三个的圣位 第三个的圣位 那底下 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呢 再往下来看 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会比较容易 会比较容易 我们看 语诸做人 语诸做人 那今呢 出语诸做人者 那么这个说的是三藏 三藏就是三藏教法 那是什么呢 是四念处 除愤的一个器具 断结的这个禁 故 那断结就是断烦恼 这个主要是在断烦恼 那仪教中有说 常依念处行道可以破四颠倒 灵火宅玉当中的一个誓愿永锐 这个就是有关文会的部分 听文有关什么教法 听文四念处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可以破怎么样 四颠倒 可以破四颠倒 第二个 就是如等勤作物得谢习 以方便故呢 得尽其子 得尽其子 这是第二个 就是勿得谢习 那么这个是令勤修四念处 勤修四念处 那这边呢 若起谢习的话呢 就不能够灭二二 也不能够生什么样 生二三 以二勤故呢 可以发暖火 对于火宅互相推牌 然后可以入修会的这个暖胃 修会的暖胃 同学知道灭二二生二善吗 就是有关四正情 四正情其实就是这一个 让恶 让那个恶呢 就是以 乙生的让他断 卫生的让他不起 这样子 善呢 卫生的让他生 乙生的让他更增长 更增长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对于火宅互相推牌 就是修会的这个暖胃 修会的这个暖胃 修会的暖胃 以方便故呢 可以得尽其子 得尽其子 然后念处未得 这个离火的这个温馨 尤为疏外不可复尽 因为得到的一个暖方便的时候呢 那 折可复尽 折可复尽 只要 其实这个修会的这个暖胃 是要修什么呢 其实这边没有谈 这边没有谈 这边没有谈 其实我有把它就是 做一个表格 让同学看 因为其实 这个修会的暖胃 其实是要修什么呢 修四第十六形象 好 那刚刚其实有跟同学说嘛 升文圣者的一个行持 都跟修四第有关系 而呢 这个所谓的暖胃呢 其实就是要观察苦极灭道的 这个世圣地 那为什么叫做暖 因为其实 就很像所谓的 要火柴要生火的时候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像那个所谓的 要摩擦木材 他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摩擦摩擦摩擦 但是火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他起什么 起烟 起烟 这个就是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有那个所谓的 到位的气息出来 到位的气息出来 所以仿佛是看到真谛 但是呢 其实是这个时候是烦恼有辅助 但是呢 那个还没有真正见到真理 还没有真正见到偏空的真理 这样子 但是他修的是四第十六形象 就是苦极灭道底下的 每一个圣地当中的一个四个形象 所以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苦空无常无我 还有什么呢 锦衣声源 灭尽妙离 道如行出 这个就是四第十六形象的这一个部分 四第十六形象 那这个呢 其实是在所谓的藏教法 其实会 特别特别重要去 要去知道的这个部分 那细部的部分呢 其实 那个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后面 今天后面 还是一样是会谈到四第十六形象 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 其实我们就不用再看这个部分 苦呢 苦空无常无我 我相信同学是知道的 就是观这个生是苦的 观因缘所生法是空的 这个空呢 跟所谓的通教法是 无自信空不一样 他这个空是因缘合合所生的 所以你分析分析分析到后来 是没有一个实有自信的法可存在 这个叫做因缘所生故空 这个是这个样子 无常呢 是因缘假成的 所以是生灭无常 那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常住的一个东西在 无我呢 是因缘假成的 所以是无我的 那极因生缘呢 极的意思就是 召极的这个 所感召的啦 这个苦果 以及观苦果的因 还有观苦果之生 然后相续存在 相续存在 缘呢 就是观诸缘而成就苦果 所以这个极呢 都跟朝极有关系 跟朝极有关系 灭呢 是灭尽妙离 就是什么呢 观猪肉以尽 然后生死断灭 烦恼尽了 所以生死断了 那 尽呢 就是观三毒都没有 所谓的贪嗔痴三毒 所以此心不乱 有明照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尽 妙呢 就是出离三戒 没有所谓的忧患 所以是妙 离呢 就是离 这个灾害呢 可以怎么样 远离 灾害可以远离 那道 道的意思就是 我们修持的方法啦 所以道如行出嘛 道呢 是观八真道 可以到涅槃 如呢 就是道呢 就是契合我们的真理 所以是如 那行呢 就是修持 外行呢 可以达到涅槃 出呢 就是此之圣道 可以怎么样 出离生死 出离生死 总之这个苦极灭道 前面是苦极的这个烦恼 后面呢 其实就是出离苦极的这一个 的境界跟方法 境界跟方法 那我想这个四第十六形象 知道之后呢 其实我们这样子就会 比较可以知道 那个道 修到暖胃 他的一个方法 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修到暖胃的 至少你要知道苦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知道修持 要去离苦的方法 你才有办法 其实就是从 所谓的外反进入到内反 所谓的贤跟圣 其实我们的认知就是如此 我们的认知就是如此 佛教的贤圣的认知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 底下 后腹告炎 就是处 男子 乳肠 此坐 物负已去 就是你就这样做 不要到 再到其他的地方 那你所做的一个工作呢 我要加 当家乳 我会加倍给你工资 这样 出油所需 盆气米面 言处之属 莫自宜难 亦有老必使人 虚者相及 这是对于这个穷子 跟他讲 也跟他讲说 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的 老必使人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人 那需要的话 他就给你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处 是坚决的意识 也是择树的意识 上面的一个正情当中 分动是制法 正情就是正情 是正情 那分动是制法 如呢 男子呢 是阳性 如一族呢 是定法 如女人呢 是阴性 用阳性跟阴性 来做一个比喻 那是如一族 其实就已经 就是有关定的部分 良以正情 策动不得 与真相应 故呢 就是处今 则述 令舍善而入境 舍善入境 所以修事如一族 其实就入了所谓的定静的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故呢 处男子也 处男子也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 如常此作物负于去者 这个是念处跟正情 动不专一 就是修事念处跟修事正情的时候 还是属于怎么样 动的一个状态 不明为常 但是在修事如意当中呢 其实就已经是修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定 其实就没有怎么样 不亦缘啦 就不会去 那个攀其他的这个缘 因为他是 所谓的专一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定 思维则定 思维则断 定断专一 所以叫做常 不分动故呢 没有分动 所以物负于去 所以就不要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个说明什么 此游呢 在互相推牌当中 这个是属于顶法之位 所以暖顶忍是第一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当中呢 这个是四加行当中的怎么样 顶位 顶位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顶位呢 其实就是在暖位之后呢 就是更上一层 在善呢 其实等于说善之善 其实就是等于说 在这个所谓的善之后 在修行所谓的定的这个部分 让自己本身的一个善 变成怎么样不善 动变成怎么样不动 所以这个是在所谓的 不动善当中的怎么样最高 动善当中的最高 要进入不动善的这个部分 所以叫做顶 所以叫做顶 所以这个顶呢 有它的一个所谓的意涵在 那这个所谓的区分 动跟不动的这个部分当中呢 它是在不动当中的一个最高 不动当中的一个怎么样 门口 不动当中的一个门口 所以到忍的时候 就是已经进入到不动善了 在这边呢 是在修持不动善 然后修持到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动的时候 就进入到忍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是在动善当中的最顶 所以这个叫做顶法之位 顶法之位 当家辱驾者 就是暖法意关当中呢 不能够发针 那就是暖法嘛 如意就是关中呢 可以发无肉 所以这个叫做家驾 所以叫做家驾 若有所需的 就是肉跟五肉善 可以住道还有正道 都是从如意关当中来求 所以欲须及得 欲须及得 就是如意关 而如意关呢 是如意足嘛 其实就是在修定的这个部分 那四禅呢 含知灵 知灵的意思就是说 四禅其实每一禅都有什么 什么呢 都有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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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初禅就是 循世喜乐心仪尽性嘛 这个叫做初禅的五禅之 二禅三禅四禅 还是一样是有所谓的 每一禅的禅之 不同的禅之 当然是越高禅的话 它的那个禅之越怎么样 生妙 生妙这样子 而这个禅四禅的一个体 含知灵 这个知灵 其实用盆气来做一个比喻 身空出如米 法空系如面 这个是属于正道的部分 四禅下呢 总共有十六地关 就是刚刚跟同学所介绍的 就是四禅十六形象 没有错 这个就是四地下的十六地关 那无常如言苦呢 如醋 这个是属于助道的部分 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部分 如米面难食 需要言醋或之 那这个时候 这个是所谓的米面难食 言醋或之 正道难选 需要助道来怎么样 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正助怎么样 要一起并行 一起并行 好 先看到这里 我们底下 就是下一节课 再来看底下的一个修持状态 好 同学休息一下 来接着接着 我们再来看 我们快下课了 所以再忍个五十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急 不用敢这样子 有谁有哪个同学想要自告奋勇 我要来上课的来请上来 请上来 请上来 非常欢迎 好 那我们看底下 莫字宜难 莫字宜难 这个主要莫字宜难 就是节上面的什么呢 正行跟助行的部分 审在如意观当中 就是 故令物疑决定可办 如己勿想 故言勿难 故言勿难 所以就是不要所谓的怀疑 跟不要有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想 这样子 亦有老弊使人者 所以说就是若欲呢 直取通 以待守足 如呢 使人趋异者呢 如意观当中呢 也是一样是由此 可以怎么样 通向所谓的正道涅槃的这个部分 但通有 但通呢 是属于比较略跟弱的部分 仕同老弊 虽然不是所谓的钉状的人啊 但是他还是一样是怎么样 可以堪运意 可以怎么样 堪瘦去运东西啊 拿东西这样子搬东西这样子 又以正道求礼 正道弱 还没有能够所谓的发真理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一样是要修助道 而助道呢 这边其实就用什么呢 就是用所谓的九想十想跟八倍舍 的这一个部分 修不尽观啊 这个属于不尽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所以 助道使人者 如意观当中也是一样是有此法 若得呢 助助正 那么其 可以成就什么样 共解脱人 共解脱人 就是所谓的 定跟会的这样子的部分的一个相辅相成 那同学也不要小看说不尽观跟修定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所谓的修不尽观 其实也是怎么样 可以培育定力的 可以培育定力的 有机会 其实我们如果说有碰到修所谓的 九想八倍舍跟十想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到底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如何去培育定力 这个跟修定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就好像其实也有跟同学提到 修慈心观 其实也是一样是可以培育定力是一样的部分 一样的部分 好底下我们来看第四个 就是五根的部分 好自安逸 我如辱妇 物妇忧虑 那这个呢 就是得到五根的这个安固难坏 就是性经定会 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五根 那我如辱妇者 就是人解灵真 人解灵真 人解就是其实进入到什么呢 就是忍畏的部分 而进入到忍畏 其实距离所谓的见真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不远了 但是它还是属于所谓的相似的这个部分 还不是真正的怎么样 到达所谓的真实的真理 所以四项未实 故言如妇 义是呢 如止 乌妇忧虑者 就是令其安逸呢 然后破坏见思 破坏见思 破坏见货跟私货 那我们看底下就是第五个 那经文 所以者和我年老大而辱少壮 辱常作时呢 无有期待 称恨怨言 就是这个人就跟这一个穷子这样讲 他还算是老实 对不对 都不见辱有此 如恶如于作人 至今以后 如所生之 就是把他怎么样 视如己出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跟这个穷子讲 拉近彼此的距离 这样穷子就不会怕他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在讲到的是第五个 就是佛居道中呢 以聚之断 所以故言老大 就是已经修到就近位了嘛 所以对于有关智德跟断德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达到所谓的 什么样圆满了 所以叫老大 乳居道始未有之断 所以顾名为少壮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达到什么呢 达到人法位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在上教 在修暖鼎忍事第一的部分 最复杂的其实就是人法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法位有分上忍 中忍跟下忍的部分 而比较复杂的就是中忍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人法位的这个部分 那先看这个人法位 这边其实是在修道武力的部分 那这个武力 因为没有武过所以得到武力 那离呢 五二法 离五二法 那五二其实就是底下的五力 所对抗的这个五乐 五二 信力呢 所以是不欺 精进 所以不怠 怠就是怠慢 那念力就是不撑 定力呢就是不恨 惠力呢 所以不怨言 不怨言 这个就是武力对抗五二的这个部分 那于作人者 那主要指的是外道 诸见求礼叫做明于作人 那静呢就是指暖等思慰 未免五过 所以叫做于作人 因为其实毕竟都还是怎么样 都还没有见到真理 所以叫做于作人 因为其实还没有见到真理 都有怎么样 堕落的可能 不要以为说我已经 我已经修道暖胃了 不好意思 修道暖胃 当你退堕的时候 还有可能落入三二道 只不过说落入三二道之后 要上来还蛮快的 但是还是一样是有退堕的可能 暖顶都是如此 此文五五过 那么其实就是五力 而这五过其实就是上面所看到的 不期不待不撑 不恨不怨言 这个叫做五五过的部分 那至今以后如所生殖者 那从这边开始 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 下忍 中忍跟上忍 那下忍是十六刹那 时节由常 中忍就是虽父说官 那义呢 未是一刹那 那如果说是上忍呢 是世间最后的一刹那行 林真彼神 那其实就是有关下忍 中忍跟上忍 那我想同学可以一起来看 那比较复杂 刚刚有说 就是有关中忍 那中忍其实我这边 其实有做一个补充 叫做七周减圆 然后呢二十四周减形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总共有收了 修了什么呢 三十一周的意思 三十一周 所以其实我们直接来看 这一个图 那同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就在试 这个所谓的图的这个部分 因为上缘 他说修十六刹那 其实上缘上忍 就上忍下忍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在圆三十二行 而这三十二行呢 其实就是圆这个三十二个行 这样子来修 那怎么圆 就是看后面的这个数字的一二三 所以他怎么圆呢 从道开始 就是圆形 畸形 正形跟道形 这个叫做一个圆 一个圆有四个形 一个圆有四个形 那从这样子一二三四 这样子修 从上戒 色戒跟五色戒开始修 修然后圆 然后圆那个就是 之后呢 道就是圆玉戒 的一个圆形 畸形 正形跟道形 五六七八 这样子 从道 然后来灭 然后来疾 然后来苦 这样子 一直呢 从一数到三十二 圆到三十二的时候 叫做一周 叫做一周 一周刚好是三十二 我刚刚有说嘛 在下忍位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修三十二行 这样子 那修完一周之后呢 就是进入中忍 那进入中忍的时候 他就开始剪了 开始剪 从哪边开始剪呢 从一开始剪 从一开始剪 那剪呢 其实就是一剪嘛 所以从二开始 从二开始修 从二开始修 那一周晚之后呢 再剪一个形 剪畸形二 从二开始又剪 所以第一周是三十二行嘛 对不对 四属以下忍 然后第一周晚之后剩三十一 对不对 三十一就进入到中忍位 中忍位 而中忍位呢 其实就是不断修一周 然后修一周晚之后 再剪一个形 剪一个形之后 再修一周 然后之后再剪一个形 这样子 所以修修修 修到后来的时候 他会剩下 两刹那 剩下两刹那 剩下两刹那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所谓的上忍位 上忍位 这个是有关所谓的 下忍 中忍跟上忍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修的一个状态 所以中忍位会比较长 中忍位总共修了所谓的 三十一周的这一个部分 三十一周的部分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方式来做了解 那知道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 这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中忍 说官的意思 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就是有关在三十二形象的时候 那开始说行 就是说官的意思 那总共有七周减圆 二十四周减形 那总共走了三十一周 那剩下两刹那 那 最后的第二刹那 就是进入到上忍位 那剩下的一刹那 就是进入到什么呢 是第一位 所以是第一位呢 在进入一刹那 就是什么呢 见到位 所以两刹那 之后一刹那 就是是第一位 在进入一刹那 就是见到位 所以其实 从那个忍位开始修 到上忍位 到见到位是很快的 所以要啪啪啪 那一下子就怎么样 入圣了 就一下就入圣了 所以这个是有关修持的过程 而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有关不派佛教 会讲的非常非常详细 这个叫做所谓的正性离身 你们有上过据色论的时候的人 应该是知道嘛 对不对 而到正性离身就是见到嘛 对不对 那在这边其实就是有关修行的过程 修行的过程 当然 这个部分其实还有不同派别 有不同派别的一个说法 而这边呢 我们就取一种说法 那智者大师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来介绍有关藏教的一个修行 藏教的修行 那这边就是下忍 中忍跟上忍 那剩下一刹那 其实就是在是第一位 是第一位 那在进入有关一刹那之后 其实就是入见到 入见到其实修的是什么呢 修的就是八忍八治 八忍八治 我们先来看有关第六个 得八正入见到 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是什么呢 名为长者之耳 即使长者更予作智 明之为耳 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儿子这样子来看待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得八正道 然后入什么呢 入见到当中 见供持久 所以故言呢 明之为耳 那是第一法跟真不久 那故言即时 所以是第一法跟真呢 其实差只差一刹那而已 所以其实不久啊 其实不久 那阿涵呢 其实有说到五种佛子 而这五种佛子所指的 其实就是四果再加上辟之佛 所以四加一就是五种 明真佛子 那菩萨不断结 子亦未成 那什么意思 其实是 其实在藏教修持的这个菩萨 其实是 烦恼还没有断 而名为什么样 菩萨 就菩萨其实是修四六度 那四六度其实 这个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并没有断了烦恼之后再行菩萨道 是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断烦恼 所以其实菩萨是怎么样 没有断烦恼的 那这边其实没有讲到 有关入见道之后 要修的八忍跟八字 但是我还是一样 会把这一个图 放上来让同学去参考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有关修持 八忍八字的一个见道位的 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一样修的是什么呢 修的是苦极灭道 但是呢这个苦极灭道 不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所谓的四第十六形象 这个修的是忍跟智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苦法忍 苦法智 苦类忍跟苦类智 的这个部分 那上界色界无色界 包括欲界的这个部分 加起来总共有十六个忍跟智 就是八忍加八字 八忍加八字 而呢这个八忍加八字 同学会问说 那这里呢 到底是所谓的见道位 还是修道位呢 这个就问的 如果有同学有这样子的一个 疑问的时候 就问的还满深的 那必须说 其实有两种说法 八忍八字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 都是在见道位的时候修的 另外一种说法是 在前面的十五 前面的十五个啦 是那个所谓的见道位的时候修 进入到第十六个的时候 是入修道位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说法 那大概是这样介绍给同学 那这边其实没有讲到那么详细 那其实在教官刚中的时候 其实有谈到啦 那同学可能 其实这个比较细的部分 没有记得那么清楚 但是八忍八字是必须要去知道的 必须要去知道的 就是有关那个忍 忍跟智的这一个部分 跟苦己灭道都息息相关 那这里其实没有谈到有关 入见到位修八忍八字的部分 但是我把它就是补充 那同学有这个印象 有这个印象 那底下就是我们来看 二十呢 这个时候就是穷子 虽兴此欲 有故自卫 那会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样 是怎么样 是一个穷子啊 身份啊 地位都不是很高 刻作见仁 而且是在他方做客嘛 对不对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所以其实他用二十年当中 其实是怎么样 常令除愤 用二十年当中 其实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再怎么样 去除烦恼休息盛道 这样子 所以 辟呢 虽然是为子 但是思为未尽 就是说其实他是怎么样 正德见到 已经见到了 但是他的一个私货怎么样 还没有除 所以私货还没有除 其实是怎么样 他还是一样是居于学位 刚刚其实有跟同学介绍嘛 到无学位就是要到达世果 对不对 世果之前都是属于学位的部分 有时候其实他的一个私货 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断除 为得无难 故二十年呢 常令除愤 义父之之 不认少大 这个正是呢 依教修行 怎么样 把苦呢 把它去除掉 尽苦 所以故云呢 由故自卫 也克作见人 那如果说得到出果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厌小乐大 大圣激发 那么吉因呢 受以大圣 又呢 不需要禁断 其余的一个残劫 正由呢 其实 正得出果的一个圣者 他不舍小智 所以这个所谓的大圣的这个 基缘不发 已是呢 且令依教进入 所以故言由始至故 在二十年当中呢 常令除愤 所以这个二十年呢 其实就是 对于这二十年在底下 做了一个怎么样 做了一个解释 那 第一个见地 见地 就是一解脱一无碍 那有九无碍九解脱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九无碍九解脱 其实就是在 有关所谓的 要断释祸的时候 所要修的 所以叫做二十年 那就是在怎么样 在断释祸 释祸就是怎么样 一个一个慢慢断 这样子 又云呢 见思二道中断节 叫做二十年 又云呢 五上分 还有五下分 是什么呢 五下分节 和五上分节 是二十年 那五上分节跟五下分节 其实就是烦恼的意思啊 用这样子来做理解 又云呢 由于二圣法当中呢 断释祸 那名为二十年 又云呢 就是依二十人 共断于解 所以叫做二十年 所以这个二十年 有这样子的一个解读 那同学可以自己本身 去理解一下 都跟那个藏教的一个修法 断烦恼有很大的关联 这个就是有关二十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的可能性 从呢 有二圣之机 而来敢佛 故云呢 自见子来 已经二十年 落读二圣位呢 转大圣教 那名为于二十年当中呢 只作家世 二十与同各有所以 只此一句 那么其实是什么呢 云出三界火在位的意思 总之不管说是二十年 是什么样的意思 总之其实 这二十年的一个修持 就是要怎么样 要跳出三界轮回的意思 所以叫做争出三界火在的意思 意思是这个样子 意思是这样 好 我们来看底下 过世以后下呢 是第四个 就是领父家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那领父家业有禁领跟元领 禁领跟元领 那禁领是火宅等次大车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元领呢 是法说周 有没有 当中的说无上道 这个叫做领父家业 领父家业 而这个领父家业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那五个比喻当中的 第四个跟第五个的怎么样 合并 第四个跟第五个比喻的合并 那我们看这边 就此为二 就是领父家业呢 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初领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后父 父家业嘛 领领 然后跟父 那又各分别有两层意思 就是共领火宅等次车当中的四义 也是方便秉当中的一个显时 显时的四层意思 那初章当中的一个两层意思是 第一个是心向体性 心向体性 那么就是领上的一个免难 免难 第二个 唯以家业呢 就是敬以通态 然后成就大志 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圣心志 才有办法怎么样 委托家业给他 这个就是领上的什么呢 领解上的所车 要跟怎么样 长者要车 要车 这个心向体性 体性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那个所谓的穷子跟这个长者怎么样 已经彼此互相相信了 这个叫心向体性 听向体性 长者认知他是我的儿子 这个儿子呢 其实怎么样 也对于长者没有所谓的疑难 还有所谓的借地之心 那彼此互相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的时候 这个叫做心向体性 心向体性 才有办法怎么样交付家业跟大业给他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向体性 才有后面露出无难的渐渐 这样子的一个提升上来 那后面二章呢 其实也有两个意思 叫做 第一个附加业 那就是临等次大车 第二个就是得赋心业 这是领上的什么样 得车欢喜 得车欢喜 所以这个所谓的领上 同学都知道吗 像这个得车欢喜 其实就是火宅玉 对不对 那孩子啊 看到车 拿到车 就怎么样 很欢喜 这样子 那底下我们看 因为心向体性 所以彼此互相的一个相信 所以可以怎么样 唯以家业 把家业委托给这个儿子 那家业既然已经怎么样明白 按手了 已经 渐渐渐渐20年当中 那这个儿子对于这个家业 已经怎么样 非常的熟悉了 西背之见 那么则呢 就是成就大志 所以其实 这个调手的部分 其实很重要 就是那个所谓的 之见慢慢怎么样 有了 所以见地到哪边 你的修行才有办法到哪边 所以那个见地很重要 所以渐渐渐渐渐渐渐 这个儿子已经 被有这一个所谓的 大圣法的之见 成就大志 所以游呢 益智通胎 所以得富与家业 所以听法文法 思法修法重不重要 在这边其实就是培育我们的什么呢 知见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知见的时候 你说你要修大圣之法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那个见地非常之重要 从文法而来 与家业故事则欢喜 游游远近 那如果说没有先教 庸作与一日之价 怎么可能会得相提伟业富财呢 那这个就是有关 这一个 那个在亲近 那个所谓的穷子 他的一个目的 在这个地方 渐渐让他的一个知见怎么样 西可以怎么样 背足 内核由山上的一个断结 然后因为断除烦恼 对不对 那断除烦恼之后呢 他渐渐的可以看文什么呢 大吉经 以及受责的什么呢 静明经 因为静明经其实是怎么样 专门是在怎么样 在那个对斥 那个斥责 那个斥责 那个申闻圣责的 那以及转教的什么呢 般若经 就是转教什么呢 转教般若的这样子的一个空法 般若空法 而呢 致负财尔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不断不断的调熟 所以当之庸作取价 即是原由 然后体性尾业呢 即是尽由 就是有关远跟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先庸作取价 之后呢 其实 然后伪性 体性 然后怎么样伪业 这样子 又呢 前又隐的批语当中 有奇教领 十字倒数 然后中气出宅 那又有所谓的探领 那一开始是自法身 然后最最终是到私禁的这个部分 这是在前面 那金额领也是一样是有怎么样 两个领就是领解 那这两个呢 是十呢 是探领慈悲 然后四位调熟 那四位同学知道是哪四位 乳酪生疏手疏 对不对 用四位这样调熟 或者是什么呢 华颜阿含方等般若 就是经过这四位调熟之后 然后呢 中领父才就是怎么样 来到法华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来到醍醐的这一个位 就近一位远近始终 所以和论怎么 和论总共有五位的部分 和者就是极潜旁人 旁人所说 乃屁 这个痘号不要 这个痘号怎么会出现 旁人所说 那 比喻的是什么呢 华颜的圆顿教 而这个呢 是此教的一个最初 那旁人譬如是牛 所说的是譬如是乳 那内核从佛出的十二部经 那 吉呢 出位也 以此你 什么呢 二圣人无稽不受 民闷逼地 于其全身 如乳之位 所以底下其实就是对于五位的这个介绍跟解释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 让同学可以 再一次的听到这个五位的 以及五格教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第一个 其实就是华颜的这个圆顿教 华颜圆顿教 其次呢 是怎么样呢 密遣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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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就是说除愤之法 这个愤同学 刚刚有跟同学说 就是烦恼 这个是批育习大之后呢 路愿说三圣法 说三 于小吉姓 格凡成圣 而这个在位呢 就是从辱位转为若位 那这个是内核十二部的初修罗罗金 那这个是属于第二位 这属于第二位 次名呢 就是心相体性 然后什么呢 路出无难 路出无难 心相体性其实同学已经有跟怎么样 刚刚有跟同学提到 心相体性指的就是这个长者跟这个穷子 彼此互相怎么样 相信 彼此互相相信 那什么叫做路出无难 路出无难 路出无难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个大圣法的这个部分 跟小圣法的这个部分 可以怎么样 退大 可以怎么样 可以跟他说大圣法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他不会怎么样 不会去 滞留在这个小圣法 但是其实对大圣法 其实没有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 这样子的一个追求 在所谓的大圣跟小圣的 这个部分呢 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滞留 不会至于小 那渐渐的他对于大 听到了也渐渐的 听到这个大圣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要 所以就是有关大圣的这个路出无难 跟小圣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滞留于小圣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叫做路出无难 那我们看后面的解释就是 譬如三藏之后呢 那开始说方等静明经 那方等静明经 其实是四教法都有说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有关所谓的 那个藏通别远全部 其实都听了 所以杨大折小 二圣文大 怎么样 不会棒了 折小也怎么样 不会退了 所以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渐渐的进步的状态 所以良以三藏断结 然后取一字架固 得字其褒贬 若未断结呢 没有断烦恼的话 其实怎么样 不堪文杨大 因为其实因为他已经断烦恼了 所以其实呢 他已经可以堪受大圣法 所以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如前不受劝门 那义不堪文呢 就是折小 如前不受戒门 而今呢 不棒不退者 那他没有棒 毁棒大圣 也没有退他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小圣法 因为心向体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缘故 所以心向体性跟路出无难 其实等于是这一小段的 一个什么重点 重点 就是有关听文大圣法之后 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轻正技巧 那么信大不需得涅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缘故 体责不称 虽非己是呢 而呢 不会怀疑也不会毁谤 那么这个心呢 可以证明他已经渐渐纯熟了 那这个其实在位来讲就是重落 然后怎么样出生书 出生书 出生书 这个内核从修多罗出方等金 这个是属于第三位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由若 然后出生书 次名 底下我们来看 长者呢 自知将死不久 下呢 那比喻的是方等金 心向体性入出无难以后 然后怎么样 唯以佳业 就把佳业委托给他 使其领教 唯呢 大菩萨说 摩赫波罗金 那既然是领知众物 贯同法门 心明口辩 然后呢 弥义木勒 但恨住小 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 安住于这个小圣法 其实也是有不满的地方 非是几分 托呢 更开许 其不乐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心渐渐通胎 而成就大志 而这个在位来讲的时候呢 如是生书 然后出于什么呢 熟书的部分 这个是从方等 然后出摩赫波罗 这个是属于第四位 这个是属于第四位 其次就是在领域中的时候呢 而命棋子 那这个部分算是最后了 就是比喻在波罗之后呢 判天性定父子 所以这个等于怎么样 把这一个所谓的父子的关系 把它定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会三归一 父才语迹 说法华经的这个叫法 然后呢 开佛之见 是真实的一个什么样 真实相 那菩萨处以身为人做佛 系如来的灭度而灭度之 这个如同什么呢 从熟书出于醍醐 熟书出于醍醐 这个是最后的一位 是从摩赫波罗出大波涅槃 那这个是属于第五位的这个部分 那四大弟子 身的佛义探领一化五位的一个叫法 始终次第 齐文出此也 这个是有关五位 五位 那这五位其实就是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 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词词 这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